书友们今天答应一个网友的要求来写下以和为贵这四个字 写这个以字的时候要记得不要贴的太紧了 不要贴的太紧了 那么这边的话稍简单一点 这边的话就要这边的话也比较简单 但是要注意几点呢 就是注意这个点 这个点如何摆放 要记得这里和这里在一个水平线上呢就是直线下呢 不要隔的太开了 你要就隔的这么短而已 那么这里呢也是如此 这里的话这里偏下这里偏上 记住这两点就行了 这里 这里凸出 那么这里凸出 这个口呢 我之前也强调过啊 该细的地方就要细 像这个地方呢 就要写细一点 这地方比较细 这里比较重 口字呢 也不能写的太大 写的太小了 有些人写的太长了 有些人写的太扁了 那有些人写的太小了 太小是什么情况呢 比如这个盒子 它正常的 结构是这样子嘛 你偏偏把这个口字写的特别小 那么就有点失衡了 你起码呢 再大一点的话 更好 这个有点大了 稍大一点点 和刚才 斜着 然后马上折下去 一穿过来就折下去 一穿过来就折下去 这里 折笔是最关键的啊 成败就在这里了 围 围不算太难 这一套稍微突出来一点点 那么这点压的比较低一些 贵字的话 我感觉难在结构吧 因为稍微你这下面这个被子啊 写不好了 或者是写偏了一点点就不好看了 对于这四个字呢 也没有什么特别难的 围字写不好的 应该多回去练一下 这个横折钩 我有单独讲过 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 就是 大概是四五天签的视频吧 就我单独讲了一个 专门出了一个视频 是讲了六个沟的的笔法的 那么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 如果不懂的话 今天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